金獎導演史柯西斯抵台 金獎導演馬丁史柯西斯 18號搭乘私人飛機列領寶島 他帶著微笑步出宋山機場 慈心當宣傳電影沉默 我祈禱 但我失敗了 我只是祈禱在靠靜 改片曾被蘋果直擊 在新北市萬里根子坪取景 這男主角安德魯加菲德 飾演的神父 在西界被抓的戲 就在平溪大滑湖穴拍攝的 場景也包括花蓮石悶動 金瓜石灿光遼古道等地 在台灣的自然美景 被史柯西斯誇讚 充滿故事性 而74歲的馬丁史柯西斯 是好萊塢重量級大島 作品包呱吉成城司機 四海好家夥 花爾街之狼 在2007年憑深鬼無間 躲下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 19號晚上6點45分 導演將出席成片首映會 20號舉辦訪台記者會 娛樂動新聞 電影下月17號在台上映喔 報導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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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